各位前贤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六祖谈经讲座的时间 今天讲第十七讲 也就是纪元品第七的最后一讲 一样回顾上一节课的精华 佛为一切迷人 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 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好生勿死 念念千流 不知梦幻虚假 往受轮回 以常乐涅槃 翻为苦相 终日持求 佛明此故 乃是涅槃真乐 刹那无有生相 刹那无有灭相 更无生灭可灭 自则即灭现前 当现前时 亦无现前之量 乃为常乐 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部分 勇家玄觉禅师 有一位勇家禅师来参学 他是温州人 俗姓戴 扫习经论 经天台子观法门 应看维摩结经 维摩经 发明心地 各位前写 这个从小就是研究经典 而精通天台子观法门 他是读了维摩经 而发明心地 偶师弟子玄策相访 六祖大师有个弟子玄策 云游天下 常常去接引有缘 偶然的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 来拜访 跟这个玄觉聚谈 就是由很深入的 广泛的来探讨佛理 出言暗和诸足 这个玄策很惊讶 这位勇家玄觉 对道理 对佛法的体悟 很深入 而且所说的 都跟这个诸佛诸主 都契合 这代表他证悟 他证悟很深 那玄策就很好奇 忍者得法是谁 你是跟哪一位法师学 你是跟谁学的 你这个体悟很深刻 曰我听方等经论 各有思成 后于唯魔经 悟佛心中 未有证明者 后续下面注解 所谓方等经论 又做大方广 大方等 也就是指大圣的经典 广说广大圣身之意者 于大圣佛教中 主要指的就是 大圣经典的用语 方等不仅意味着 其量之广大 主要乃至内容上讲的广大平等的理去 方等 广大平等 也就是我听了这么多的经论 这些都各有各的师承 我自己是在唯魔经 悟佛心中 也就是从唯魔经 他发明了新地 契入本心 但是还没有证明者 还没有哪位老师跟我确认我的体悟 测云 玄册就说了 威英王以前其德 威英王以后 无私自物 尽是天然外道 听起来你没有师承 那威英王 威英王就是第一尊佛 在天地未有成佛之前 自己开悟 可以执政佛位 但是第一位佛 就威英王以后 凡是要修到证果成佛 一定要有明师印证 否则自己证悟 就叫天然外道 这个玄册想说 那请仁者 愿仁者为我证据 那你帮我证明吧 玄册就说 我人为言亲 朝夕有六祖大师 法习圣化 四方云集 我也是在那里受法的 你要不然你就去跟六祖参访 我就陪你去 哲语皆行 这是一段姻缘 那玄册 勇家玄册就跟着玄册 来参访六祖 绕诗三杂 绕诗三杂 正习而立 绕诗三杂也是一个礼 就是绕着丝 六祖大师的座位绕了三圈 然后就拿着席杖 正习而立 没有行叩拜礼 这个好像不太礼貌吧 六祖大师就说 扶沙门者聚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大德自何方来 生大我慢 沙门就是这些出家修行 这些云游生人 这些苦行生 聚三千威仪 很重视的就是这种佛规戒律 礼仪很深 这个细为 要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 下面后学这边注解 什么叫八万细行 我们行柱坐卧有四威仪 行柱坐卧 各有二百五十戒 所以四乘以二百五十就有一千 对于色律一戒等之三聚而为三千 又对于沙道淫 生之三之 两舌二口妄言 其余四口的四支 还有生口 就是七支了 总共就二万一千 再乘以贪生之三毒 等份的四烦恼 我见我爱我慢我吃 合起来 四乘以二万一千 就是八万四千 所以叫做八万四千之律仪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细微 所以我们的修行 要深入细微 不要很粗糙 我们要对于很多 唯一细礼 这种唯细的这些礼节 都要有一种深刻的反省 否则的话 就是在一个很粗糙的修行 沙门一个出家苦行的人 据三千微疑八万细行 那你从哪里来 大德 你从哪里来 怎么那么大的我慢心 生大我慢 那玄节说 生死四大无偿迅速 各位以前 生死大无偿迅速反映的是说 我心心念念 就是生死四大无偿迅速 这个六祖大师说 何不体举无声 了无数乎 那何不体举无声 那这样了结不是很快速吗 体举无声 这个一问一答 也是高来高去 玄节说 体举无声了本无数 这个本来这个自信本体 就是无声无灭 那了结也无数 了本无数 当下即是 数还有一种快慢的一个对待 了本无数 当下即是 那是超越了 那六祖一听认可他 说如是如是 玄节方句微以礼拜 玄节并不是我慢心 他其实在绕斯三杂正习而立当中 他不轻易行阔拜礼 其实也有要跟老师请义 那么也有要跟老师 这也是一个应对的方式 那么看看是真正的 明师可以跟我确认吗 那么这一问一答当中 互相都确认了 六祖也跟他确认 那么他才具微以礼拜 其实当然他是懂礼的 那须于告辞 这么一确认 来的目的就是要求老师应可 那这样的言语当中的确认 他认为老师已经跟他证明了 他就要离开了 须于就告辞了 那六祖大师又问说 反太恕乎 这样离开会不会太快了 然后这个玄节说 本质非动岂有素也 本来就如如不动 哪有什么快慢 哪有什么快 那他讲的就是很契入本心 这个本质不动 本来如此 那六祖大师说 谁知非动 是谁知非动 你怎么知道非动 那玄节说 人者自生分别 人者自生分别 是人自己在生分别 那么六祖大师说 辱圣得无生之义 这话中呢 话中有玄机 辱圣得无生之义 跟他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认可 说你胜得无生之义 但是 还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蛛丝马迹含在里面 这个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本无生灭去来 那玄节他是很明亮 他说无生其有义也 本自无生 这已经不是一个意念 一个思量的东西 无生其有义也 辱圣得无生之义 那无生其有义也 那么六祖大师又回问他说 无义那谁当分别 玄节说分别义非义 其实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不动 这个第一意不动 就是本心如如不动 但是能善分别诸法相 是寥寥分明 这个不是一般的这种 知见的意念的那一种分别心 而是一种绝照 这个绝照本心零零行行的绝照 所以寥寥分明 寥寥分明的背后是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的本心 这没有什么树不树 它就永恒 就是这样 本来如此 这个道的体 它是永恒的极境 道的体 也是能够生发万物 能生万有的一个妙用无穷 道的体也是零零行行的 一种寥寥分明 这对话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明 有这样的一个确认 六祖大师说散灾 好 稍留一宿 哥前这稍留一宿就有点玄机了 为什么要稍留这一宿呢 刚刚是一个原语上的确认 那祖师还有法要传 这个就是这里就没有多记录了 但是我们明白 这里就像五祖传法给六祖的时候 有在方丈寺里给他夹杀遮围 遮人天眼目 这留这一宿 想必也是要有所传授 十位一宿绝 当时大家都知道 永家玄节到六祖那里 就是留了一宿 留了一碗 这一宿绝 后来永家玄节 他也有留下一首正道歌 永家大师正道歌 盛行于世 归空以后四号曰 无相大师 实称为真绝焉 自信本体无声无灭 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意不动 后学体会他们的对答 也就是确认这样的一个证悟 后学这里附录了一段 永家大师正道歌 因为内容很长 就没有完全跟大家来做介绍 但是我们可以体会 永家玄节这一个正道 他是一个证悟者 他的这一首正道歌 也可以用唱的 鼓曲来唱 我们后学也很喜欢阅读 因为字字继续都是朱姬 这个金玉两眼很宝贵 而且都是真语死语如语 君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 幻化空生即法生 你看这个君不见 你没看到吗 绝学无为贤道人 一个真正 一个有道的人 他是一个清闲的 是绝学无为的 各位以前绝学无为 就是本质具足不假外求 没有再急急隐隐 就是一种很从容自在 一种反扑归真的自在潇洒 绝学无为贤道人 各位以前云云众生都很忙碌 但是道人为什么能贤呢 因为他放下 因为他没有被这些牵扯 所以他始终安然自在 我们会说 不是众生无边寺院度吗 你应该要很忙碌 其实这一种忙也不忙 不忙也忙 没有一种苦比修道的苦更苦 但是另一面是 没有一种乐比修道的乐更乐 或许也相信 没有一种忙比修道的忙更忙 但是另一面也是 没有一种闲比修道的闲更闲 可能都很忙 忙着弘法忙着度众 但是内心深处却是清闲 因为始终无一物 无一物的挂碍 无一丝毫的牵残 所以保持那种泰然自若 不足妄想不求真 我们很多在修的过程当中 我妄想这么多 我要足妄想 我要去求真实 各位先生这个本身都还是用 这种头脑的 用一个知见的 这个本身都还是 就是妄念 你要除妄想 这个就是一个妄念 不除妄想 你要求真 这也是一个妄念 不除妄想 不求真 那是没有这种妄念的 当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由近而远 一开始也要有一些有违法 我要改毛病去脾气 对啊 这实实在在的有毛病脾气 不改怎么行啊 这个好像就是除妄想 好像要任理归真要求真 但是最后你会超越这相对之后 就是一种不除妄想不求真 这是一个无为 无明实性就是咱们如来佛性 幻化空生就是法生 幻化空生即法生 各位前言 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色生跟法生 这个色生 我们跟法生好像把它当作两个看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体的 一体三生自信佛当中 说清净法生佛 圆满报生佛 千百亿化生佛 这些变化无常 但是它本来就是变化无常 它的本来是空的 是空性 是真空生的妙有 所以幻化的空生 虽然幻化一切 但是幻化空生的本体 就是我们的自信法生 法生绝了无一物 明白这个自信法生 无一物可得 本源自信天真佛 无云空去来 无云像浮云一样 诸法皆空 本质是空 空去来 本质是也无来也无去 山毒水泡虚出没 贪生之山毒 这个地域三条根 带着我们去流浪生死 但是它也是梦幻泡淫 正十相无人法 记录了本心正十相 十相无相 也就没有人我对待分别心 刹那灭窃阿鼻业 这个在正十相无人法当中 刹那就灭窃了阿鼻地义的罪业了 若将妄于狂众生 自遭拔舌沉沙劫 这些话都是真实语 如果打了妄于 狂骗大家 我自己要招来拔舌沉沙的一个劫难 顿绝了如来禅 六度万行体中元 顿悟 觉醒如来禅 禅外离向为禅 禅也就是一个禅律 如来传的这个禅法 就是正物本心 原来六度万行 这个自信本体是圆满的 得其还中一应无穷 应对一切 通达无碍 梦里明明有六去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还在梦里 还没有醒悟过来 那么六道轮回的苦 这个好像苦的那样的一个真实 但是绝心以后 原来就是一场梦 绝后空空无大千 后学也就引用这一页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永家大师 他正道歌是非常好的一个 学道的参考的一份资料 后学简略的来列举这几句 来 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位禅师 禅者智皇 这个智皇禅师 早期曾经参理过五祖 初参五祖 自未以得正寿 他自己以为 他觉得已经得寿的真传了 得寿的正法真传了 安居常坐 基二十年 后来就结安 居在自己一个小庙里 那么常坐 二十年 歌前贤 他参理过五祖 他以为他已经得寿的真传了 那么自己就在一个地方住下来 积了二十年 有经过二十年之久 那也是这一位六祖的弟子玄册 玄册法师 游方到了河硕 河硕 西北的地区 到了这个地方 也听到了智皇禅师的名字 智皇禅师因为在那里安居常坐二十年 所以地方上有这样的 大家都有传他的名声 那玄册他也就特地去拜访 赵安问云 辱在此做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智皇说 入定 歌前这二十年时间都在那里入定 那玄册就问他说 辱云入定 未有心入也 无心入也 你说入定 那这个入定是 有心入还是无心入 你这个有心入 无心入 就是你自己是刻意用心要入定 还是没有刻意用心入定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就会涉及到一个根本 这个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定法 那玄册他说 如果是无心入者 那跟一切的无情草木瓦石 他们也都无心 他无心事 那是不是无情草木瓦石 他们也都入定呢 各位先生 这个真的是 当头棒喝一样的一个敲打 这个智皇禅师这二十年在做什么呢 他在这二十年跟木头石头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无心入定 那你跟无情草木瓦石有何差别呢 那修道 修道后来是变成无情草木吗 是这样吗 隐含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那他们也应该得定 无心入 那如果你是有心入定的话 那一切有心的 有情事的寒誓之流 他们也有心 他们也应该得定 其实这里触及到 什么是真正的入定 你以为这样是入定吗 你以为这样就是得到吗 你以为这样就是修道吗 好 那么智皇也有回答他 他说我正入定时 不见有有无之心 有无还是落入一个对待 那我在入定的时候 我没有去思维 去见有无之心 我没有这种有无之心 那玄测说 不见有有无之心 那就是常定了嘛 你剥落落有这种有无的一个对待 那没有有无 那就是永恒 常定 那就不应该有出入 既然是常定 没有出定入定了嘛 那是一直在定当中 如果还有出入 那就不是常定 就不是大定了 这么一问 智皇答不上来 的确这二十年被这个玄测这样问的 既然卡住了 那代表自己便有真正的解脱 那无对 他对不上来 梁九 就问说 师是谁也 你老师是谁啊 选择说 我是曹西六祖 我的老师是曹西六祖 这个智皇他是参理过五祖 说起来应该跟六祖也是同门 恐怕还算师兄 那么智皇就说 晃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那么六祖认为什么是禅定 玄测就说 我师所说 妙占缘吉 体用如如 五云本空 六成非有 不出不入 不定不乱 禅性无助 离住禅吉 禅性无声 离声禅响 心如虚空 亦无虚空之量 这个玄测呢 就一番的介绍了 六祖大师所说 是妙占缘吉 这个妙 妙不可言 占是占然 一种沉静 圆满极静 体用如如 体用如如 就是明体达用 很通达无碍 而且都如理如法 无因本空 色奏想形式 本来就是空的 本来是梦幻虚假 六成非有 色身相未触法 六成相也都是虚妄的 都是不真实的 不出不入 也没有出入的对待 也不定不乱 也没有定乱的分别 禅性无助 就是无执着 离住禅吉 离开执着 就是没有执着 所以就是长情长尽 这样的一个禁极 极然不动 禅性无生 这个自性本来就是无生 不生不灭 离生禅想 也没有一个动念 一种思量 我在禅修 我在怎样修禅 离生禅想 心就如虚空一样 也没有虚空的思量 各位 以前这样的描绘 也是勉强而说 但勉强而说 我们似乎也可以 意会到一二 的确 这样是一种很圆满的 一种体悟 那智皇听了 这个玄册这么介绍 就进来夜诗 就特别专程 从河硕那边赶过来 这很遥远 一个在西北 一个在东南 诗问云 忍者何来 来拜见了六祖 六祖问说 你怎么会来呢 那么智皇就拒述前沿 就是遇到玄册 玄册的介绍 这就是因缘 有他的因缘 等于玄册就是他的银宝诗一样 诗云 诚如所言 辱但心如虚空 不着空见 应用无碍 动静无心 凡胜勤妄 能所俱明 性相如辱 无不定时也 六祖大师就告诉他 玄册 就像玄册跟你讲的 那你呢 但心如虚空 我们的心本体本来就是像虚空一样 虚空等量 就是无一物 这个心体 它是无形无相 如虚空一般 但是也不要着了空见 不要有一个执心执念 产生空见 应用无碍 因为无子 所以应用 没有任何的阻隔挂碍 动静都无心 就是随缘而行 动静都自在 无心 就是无妄念心 凡胜勤妄 凡胜也是落入一种分别 凡夫胜者 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待 这样的分别心都放下了 能所俱明 也没有我能我所能的一个能所 能所就还是一个我直在 都没有了 都放下了 都脱落了 性相如如 自性 还有一切的四相形象 好像都打成一片 如是如是 我们对于一切的因缘 就是如理如法 如是如是 然后功夫打成一片 性相圆融 通达 无不定时也 随时都在禅定 各位 以前这个入定 没有出入 随时二六时钟 随时随地都保持在 这一份的清净无染 这就是一个 哪敢定 这就是一种 随时随地都处于一个 没有被外在干扰的情况 藏清藏清的状态 这个定 外离向内不乱 所以在这当中 他没有出入 就是随时随地都在 这样的一个清净 那 治黄禅师 于是大悟 二十年所得心 其实这二十年也没有白修 但他只是卡住了一个有所得 他以为他得了无主的正寿 他以为他这样有禅定 有一个禅定的执着心在里面 所以这个有所得的心都放下了 这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 无影无踪了 就都脱落了 当晚河北四树 这个河硕就是在河北地区 当晚有显化 河北地区的世人 还有平民百姓 都听到空中有声音说 谎禅师今日得到 那时候治黄仁是在朝西六祖那里 也就广东那里 但是河北当晚空中有声说 谎禅师今日得到 这有一个显化 有一种感应 皇后礼池 治黄禅师在这里 他就跟老师告别 六祖大师告别 复归河北 开话示众 他回去以后 他就不是一直在那边打坐了 他就开始开话示众 因为得到 如果不宏道于天下 就对不起天下人 他要开展度化了 那示众弟子就是佛教徒 一般讲示众就是出家的男 出家的女 出家男出家女 在家男在家女 总共四众 我不会佛法 各位坚贤 有一个僧人问六祖大师说 黄梅一指什么人得 大家想 黄梅一指什么人得 六祖大师 他没有说是我得 他没有这样 有我得就是有一个所得的心 有一个我指在里面 六祖大师说 会佛法的人得 这不是耍嘴皮子 这是实来 讲的就是实在的话 黄梅一指什么人得 会佛法的人得 大家想一想 他不是耍嘴皮子 口头禅 那是一个实在的话语 什么人得 会佛法人得 这个僧人又问 和尚还得佛 他好像故意就是要问 要逼六祖说 你得 你得 有得就有私 这是无得也无私 那和尚还得佛 大家想 六祖有没有得黄梅一指 六祖说 我不会佛法 各位先生 还有会不会的一个能所心 那都还不透亮 我不会佛法 我们会不会说 六祖你睁眼说瞎话 你不会佛法 那谁会佛法呢 各位先生要体会到说 六祖的内心空荡荡的 他也没有任何的执念 我会 我不会 我不会佛法 我没有会不会的执念 我对佛法 没有任何的一种执念 我不会佛法 我们能不能听出六祖的意思 我没有会不会的这种执念 我就是回归本性 你说佛法都还是一种名相 没有这些名相 我只是我 我只是一个如理如法的一个生命的体现 各位先生 在这里后学会觉得 我们有好多的执念 后学讲的是自己 我是得到的人 我怎样 我怎样 这个本身隐含着一个执念 那黄梅义子 什么人得 会佛法人得 和尚还得佛 我不会佛法 你看 很 一尘不染 没有这样任何的牵扯 对名相的任何的执着 我们有时候 会执一些名相 当你担任某种天职 人家没有称呼你那个天职 你可能会有点点挂碍 我们会自我好像产生一个分别 那我们会给人家 好像置外于人 但六祖在这边 何光同成 没有任何的一种分别执念在里面 或许觉得我们 读《谈经》 读《经典》要读出这种味道 然后反照自己 在细微之处 来迫我们自己还有的一些执念 能所俱明 思一日欲拙 所受之一而无美全 因至事后无理许 见山林玉帽 锐气盘旋 思正习拙地 全应手而出 即以为辞 乃贵西晚衣时尚 六祖大师有一天 想要洗一洗 五祖所传授的衣 生衣 但是没有好的泉水 所以就特别走到寺后五里的地方 见到那里山林玉帽 这整个环境锐气盘旋 有一种祥瑞的气象 那这里山林玉帽 应该有水源 那么六祖大师正习杖 正习着地 就拿着习杖敲地杖 全应手而出 泉水就这样子冒出来了 这冒出来以后 基以为辞 各位浅贤 这也是一种显化 一个大德祖师 隆天护法 有种种显化的事迹 这么一正习着地 全就应手而出 而能够基以为辞 那就变成一池水 那么六祖就跪西晚衣时尚 就在那里洗涤 这个五祖老师所传的生衣 忽有一生来礼拜 忽然有一个僧人 来礼拜六祖 云方便 他就自我介绍说 他的名字叫方便 是西蜀人 蜀就是四川 川西那个地方的人 着于南天足国 过去在南天足国 我们这个着 不要想成着天 着在这里应该是过去 在南天足国见达摩大师 大家会想 达摩大师不是 南北朝时代的人吗 这已经离开六祖的时代 两三百年了 两百多年了 怎么会 他在南天足国有见到达摩大师呢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显化了 祖方便速往唐土 告诉方便 赶快去中国唐土 吴传大家社正法眼长及生且离见传六代 我有传大家社正法眼长 就是这个禅法 有把这个禅法传进中国了 还有生且离 生且离就是生一 就是一 一波这个一 建传六代 已经在中土传到第六代了 第六代在韶州朝西 就是六祖 辱去沾里 你到韶州朝西去参里这个六祖 歌前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一种 不能用世俗的角度来讲的一种显化 方便远来 愿见我思传来一体 师乃出世 是问上人功何事业 方便介绍来了 介绍他是怎么来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因缘 他也表达说 我希望看到我思 我思就是达摩 达摩在南天足国交代他的 达摩大师传来的一体 这个生一想要看看 六祖大师就出世了 也问他说 上人功何事业 你平常做什么事 你的专长是什么 这个方便就是说 我散述 我是雕塑专家 我是雕塑家 师正色曰 辱是素看 那六祖大师 这一个因缘 六祖大师也 比较认真的就跟他说 严肃地跟他讲 正色 就是一种比较 一个很庄重的 就是认真的跟他说 那你就数数看 意思说你把我的形象 数数看 柳四数看 这个 变枉错 一下子 不知道怎么数 这个总是刚刚见面 枉错 就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 那过了几天 数就真相 过了几天 就数好了这个真相 这一个六祖的相 就给他塑造成可高七寸 有七寸高 起敬其妙 毕竟是这个 塑像的专家 他把六祖慧能 微妙微笑地塑造出来这个 六祖的相 六祖看了也就笑说 如只解素性 不解佛性 这个塑造这个形象 是一个外相 那透过你这种专长 你如只解素性 你有这样的一个专长 你了解素造的这种方法 你解素性 但是这个佛性是无形无相的 你不解佛性 各位 这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这个方便在塑造六祖的形象 但是六祖的佛性能不能塑出来 六祖的佛性无形无相 无法用形象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再会塑像 再会画图 会塑像 也是在形象上 六祖在这边 其实也针对方便有一个开示 不要把全部的精力精神 都用在这个形象上面 那形象终究要破 才能够破相才显真 真相是无相 后学读出的味道就是说 你一辈子的心都在形象上打转 也会卡在这里 辱子解素性 但是不解佛性 佛性是无形无相 还要去破相才能够显这个针 又跟他提示 施疏手摸方便顶 那么大师慈悲 就用他的手来摸方便的顶 头顶 这一份姻缘也是跟他祝福 说勇为人天福田 老师跟徒弟的祝福 勇为人天福田 施人以一筹之 然后六祖大师也拿生衣来送给方便 礼尚往来 你竖了这个像给我 我送你一个生衣 辩取一分为三 拿到六祖圣的衣服 他就分成三份 一个披在塑像上 一个自己留着用 一个用掌水 给他埋在地中 然后发这个誓愿说 将来有谁 有因缘得到这个生衣 埋在地下的生衣 那就是我再来 乃无出事 住词于此 也会在这里做住词 重见范语 这个辗转到了宋朝家幼八年 确实有一个僧人叫维仙 他就在修殿绝地的过程当中 得到的当时方便所埋的衣服 好像还新的一样 这个六祖的佛像也在高全市 那祈祷折应 在祈祷都很有感应 很灵验 这是一段的插曲 那再来有一位沃轮禅师 有声举沃轮禅师寄云 沃轮有伎粮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 这个沃轮禅师 这首诗大家体会一下 沃轮有伎粮 有伎粮有本事 能断百思想 我能够断灭我各种的思想 我们也可以说 他有办法指他的念 人的念 妄念 妄念纷飞 他能够停下他的念头 断除他的这些百思想 那功夫 他认为他这个功夫很高深 对境心不起 面对种种的外在的境界 都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我的菩提心就是这样 日日增长的 各位前学员 这一首禅师 你细细细读 会发觉他有能所心 他有执念在里面 而且他落入一个断灭 照这样修 会变成木头石头一样 会压抑住这种本性的一种生机 我们的本性是妙用无穷的 是这样子活水源头源源不断的 但是他断灭 他把这些思想都停下来了 然后对境心不起 这对境心不起 他变成木头石头也对境心不起 这样菩提会日日长 菩提是一种觉悟 觉悟以后 觉醒以后 是应该通达无外的 应该是灵通 妙用无穷的 但是照这个思会觉得 会变成稿木死灰 好像了无生机 好像停在那里 修到不是后来修变成了 木头石头一样 没有作用 那六祖大师听了以后说 此记未明心地 这首诗记没有见到本心 没有去入本性 如果照这样的诗记来修 会增加细服 增加捆绑 因为这首诗有能所心 你看我有伎量 你看有伎量本身有一种执着 认为自己有本领 隐藏的我执的我慢心在里面 能断百思想 你看思想应该是让他圆通的 而不是给他停下 好像断除的 刻意的去停息自己的思想作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刻意本身 不是自然的 对静心不起 对静心不起 是不要起妄念 而不是说都不能起真心起念 真心起念 是念念由心起念念不离真心 对静无心 是过而不留是对静无心 不是说对静都没有反应 对静没有反应 那不就像木石一样吗 那这样不是真正的菩提 菩提智慧是一种圆通无碍的 是一个活水圆圆不绝的一种灵妙 而不是搞木石灰 因是一记曰 六祖慧能 他也针对沃伦禅师的诗迹 他也写了另一首诗迹 他开示 因为有一个僧人 拿沃伦禅师这首诗迹 来跟六祖慧能禀报 六祖的回答说此祭未明心地 那么也开示这个僧人 另外一首诗迹 六祖的慧能 六祖慧能的诗呢 就破这个诗了 说慧能摸祭梁 我没有本领 不断摆思想 这个我不去断灭我的摆思想 我随他想 对静心肃起 我对静我也有反应 我也会对静生心 但是我的菩提就是做么掌的 各位前期人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慧能莫计量 他没有直 也没有一个执念 我很有本领 所以没有我直 他也没有我慢 他清静无为 他不断摆思想 他是很自然的 道法自然 他不去刻意的 要去断灭他的思想 他对静心肃起 但是我们会想 六祖这样讲不就像凡夫一样吗 凡夫都对静心肃起 但是起的心念不一样 六祖起的心念念由心起 没有沾着外境而生心 或者是说生其心但无所住 但是凡夫的心是生心有住 会有执念 六祖生心随他来随他去 生其心而无所住 所以菩提做么掌 所以在生活当中 一切都是增长他的菩提 而不是阻碍他的菩提 所以善用的周围的一切 都是成就我们无上菩提解脱的助缘 不善用的都变成阻力 好 这里这首沃人禅师的诗 跟六祖对应的诗 非常有意思 一个直 一个破直 好 我们本节的精华也回顾一下 生死是大 无常训数 体极无生 了本无数 我是所说 妙占原极 体用如如 五音本空 六成非有 不出不入 不定不乱 禅性无住 离住禅极 禅性无生 离生禅想 心如虚空 欲无虚空之量 如但心如虚空 不着空间 应用无爱 动静无心 凡圣勤妄能所俱明 性相如辱 无不定时也 随时都在禅定中 沃轮有计量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齐 菩提日日涨 好 那么我们最后也是唱这首 自信之度作为结束 善无年 此曾年去忘年 无生灭 无气心 无动念 命心 减心 若然间 静静心 一年 静静心 一年 静静心 一年 无贪 无妄 无忧 残 无妙 弦 放下颠倒梦想 放下余年 放下自作烦恼 放下成缘 六根经经年既能多苦远 六成然 坦生此落轮回圈 尽得到 在家出家修炼 故生仙 苦修苦莫凹尖 茫茫沉海或福田 心念造福田 可念着生 静静修此每天 唯有心无寡爱成求大远 唯有天心仙真自作见 修道修心 忏悔了醉浅 汉河人如火莲足心光鲜 老心愿 不容易可以变 劫绿烟 搜自皆心方圆 摩天定的路连 生将一年间 念自在自尽身走好每天 大道真难言 大道真难言 宝道福音圈圈 心首奉行我寄了缘前 唐花一现眼 借家修真福本言 了脱真缘 众生回明面 一指点开描旋修心愿 静修连 断挂念一指尖 静念相及静青烟 绝无刹那间 自心自独自在黯然行天 到在日常好好休息每一天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